施工人员急忙架起围离 警方也动员指挥疏导交通 这里是位于爱一路与爱路间的中山桥 有46年的桥林 原本金融市政府就有改建计划 不料日前巡检时发现 中山桥下不但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 主粮更明显开裂变形 已经达到围桥等级最高 也就是必须立即修复的U4 由于担心载浪车辆行驶恐怕会发生意外 金融市政府在5月28号下午4点紧急封闭 因为我们中山桥在这个礼拜的巡检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它有主粮已经有严重变形的状况 相较前两年已经有相当相当严重的损坏的情形 包含另外混凝土剥落等等的情形 也相对的加剧比以前的影响加剧 所以我们市府这边在经过审慎的评估 为了保障用路的安全 所以我们才决定在5月28号即刻起 下午4点即刻起进行桥梁封闭的一个作业 对于中山桥封闭 当地市议员都表示赞同 也希望改建工程能及早完成 因为这个桥梁已经几乎40几年已经老旧了 因为现在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一个钢筋都裸落了 所以就紧急的要来封闭这个桥梁 我们希望说在市座当中能够对于整个噪音混沉交通维持都能够做好 那也希望说赶快把这个改建的工作赶快来完成 免得造成市区交通的这种用战 公务处要立即的封桥 那当然会造成一些市民交通上的不便 那我们也请交通队跟公务处交通处做一个这个交维计划 那赶快来做一个措施 让市民可以比较迅速的理解 那因为有立即的危险 所以我们也支持这样的计划 由于中山桥位于全国知名的卡马定渔市范围 联委会会长表示会配合工程资工 将受影响的十二滩渔市摊商暂时迁移 因为有一些摊痕是在这边桥上摆摊的 今天晚上我会通知他们 看是要施工前先找地方或是往内说 才不会去影响到自己的生命安全跟工程的进度 全长约30公尺的中山桥 将与同属围桥的中二桥一起改建 预计8月正式动工 施工期约11个月 施工期的部分预计是11个月左右的时候 那不含前置的两个月的作业期 那总共从现在起的话 总共是至少要13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 由于不少驾驶人习惯经由中山桥 左转校二路上中山高速公路 金融市政府公务处方面也提醒用路人 封闭施工期间可以改由中一路左转校二路 再上中山高速公路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